哈囉同學 來我們繼續看一下38題 甲乙兩個人同解一個一圓二次方乘式 那甲升利用公式求解 公式解求解 那將b 平方-4ac 算錯了 算得兩根是5分之5跟-1 好 b 平方-4ac 算錯 我們等一下來看他到底要幹嘛 那乙升是看錯x 項的係數 解得兩根是2跟-3分之2 其餘都沒有錯誤 好 請問你 那圓方乘式的正確解為多少 OK 好了 我們先思考一個東西 你知道公式解 x等於2a分之-b 加上根號 另外一個呢 它叫做2a分之-b 減掉根號 好 如果今天b 平方-4ac 是錯的 那表示這裡的地方都沒有用 對不對 這個地方都沒有用 因為我今天這個答案是錯的 所以我不能用到它 所以我現在知道說 2根相加 α加β其實就是負的 2a分之2b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們剛剛 之前提的負a分之b 可以吧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那這兩根如果把它相加 其實沒問題喔 2分之5加上-1 這個叫做2分之3 而我的2分之3其實就是負的什麼 a分之b 好 所以我其實可以知道說 就叫做2分之負3 這是我第一要講的 第一個要講的 也就是a比b 可以把它想成是2比負3 OK嗎 公式法 b平方-4ac 既然算錯 沒關係 那我們就不要用到它嘛 對不對 所以兩根相加 就會等於2分之負3 好再來 第二個 這個 以生看錯x相的係數 解得兩根是2跟負2分之3 所以我就知道x-2乘上x加 2分之3等於0 好所以就變x-2乘上 2x加3等於0 那展開 2x平方-4個加1個 -x-6等於0 好 可是我知道它是看錯什麼項 x相的係數 所以這項是看錯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綜合起這兩個大的重點 我們可以推出什麼 你知道我的a比b叫做2比負3 那我的a是2了 那其實後者是誰 是不是其實就是負3的x -6等於0 OK嗎 所以原方程式就出來了 所以 對不起這裡把它寫成 3x 負3x 好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遍 第一個 α加β 也就是 負a分之b確定是 2分之3 也就是我的 前面所寫的 好 a分之b確定是負2分之3 對不起 a分之b 負a分之b絕對是我的2分之3 所以前面沒錯 那 我知道x相的係數錯誤 所以我酸出來之後把中間消掉 所以完整的方程式就出來了 好 抱歉 好 再來呢 我怎麼做 原方程式的解為多少 那我就把它解出來啊 x等於 2a分之4 2a就是4 負b加減根號的b平方-4ac 所以33得9 減4乘2乘-6 86 48 所以這是57 所以答案就是4分之3加減根號57 所以答案就是4分之3加減根號57